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抽了這個新春的新限定聖劍 Excalibur 什麼呢? 我又抽了,然後都用了2000石,左右有4隻 試玩一輪,也玩得很開心 這次這條影片最主要想說的是這隻聖劍 Excalibur 的兩個特別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它的 Ability, Protection 第二個就是它進化的SS 這兩個都是一個新的要素,先說Protection Protection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一定傷害以下的被攻擊,它是會扣1 例如你打這個禁忌之獄23獄 裡面的飛彈都是扣幾百一顆,全部都會無效化,只扣1 但是有日本人研究了一段時間 最終這個Protection 它的計算方式是怎麼計算的呢? 其實大概就是它的血量的10% OK? 是血量的10%左右 然而有一個特別的部分就是 譬如當你一聽到血量10%之後 如果在現行的機制下,你吃果 假設你吃最多血的果實 吃光 但是這隻聖劍Excalibor可以吃兩顆那一隻 你用輸的話 其實你就會加到一萬血的狀態 換句話說,有一些很特別的情況就會出現了狀況 就是你本身頂不到的某些敵人的攻擊 都會變得頂到 那麼詳細就好像這條片一樣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很出名的 專打蓬萊的一個日本的怪物彈珠的Youtuber 就是Kamigun 那麼你會看到這條片裡面 是這些海龍的傳染毒 甚至是下面的波波的飛彈 甚至是氣彈 全部全部都對這個聖劍Excalibor是無效 那麼這個就是聖劍Excalibor 它的保護的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那麼就相信呢 在往後的日子來計算 有機會出現一些板 是會要求聖劍吃加血果 然後就加到某定量的血以上 然後去頂照 然後令到你打的板會變得更大 那麼這個對於怪物彈珠來說 是一個很破格的設計 實際上 因為這遊戲本身實際上 在今時今日來說 都是偏向攻擊為主 但是 在這個時刻 我看完這條片之後 我覺得 這個玩法可以發揚光大 但是當然也要看Mix 會不會選擇去這樣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很麻煩 你選擇去做這件事 其實你很多其他角色又要走在一邊 然後又會變成很單一地屈一隻聖劍 那你就會令到 譬如抽不中聖劍 甚至抽得不夠多聖劍的朋友 都可能會比較不滿 那這個也是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都不知道Mix會這樣做 但是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概念 所以就特別講一下 那另外 就到下一件事 就是關於它的SS 它的SS 都是新的SS 就是一個十二湯 然後就會扣血 然後就會加攻獲得 這個存反的一個 加攻加速存反技 其實好像有沒有加速 都不知道 其實真的 但是就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態 又發生了 就是這個十二湯SS 它扣血 最初大家猜 是扣一定量的血量 然後獲得存反和加攻 那件事本身加攻的倍是等值的 然而就是有日本人也發現了 例如看GameWrith 你也會看到 原來它的扣血 獲得加攻的數目 是會根據它扣了多少血而去浮動 很神奇 例如GameWrith 裡面說 假設你是HP12萬的時候 你去使用這個SS 那又會扣藥膜4萬血 其實扣的比率一樣 都是33.33% 即是扣的率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扣那個阿曼 好像剛剛所說 如果你是12萬血 扣4萬血的話 那你這個十二湯SS 你的攻擊力就會變成1.68攻 然後如果你會爆抵力的狀況 再加上全Q 那就糟糕了 那就不得了了 情況就會變成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被4血之後 你只剩下4血的時候 那你就再爆這個SS 那你只扣1血的時候 那這個SS就只有1.2攻 對啦 那實際上表力都列在畫面上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其實他又好像想你推血 那樣 但是如果你只推血 而不推攻擊力 又好像對不住一隻狀 那所以 我自己都覺得很困擾 那初步暫時來說 我自己本人也是 在食果方面 我也是先吃著加攻和熱擊 那因為加攻 即是加攻是基本的 那熱擊就是因為有時候想玩這個 神化的奧多渣布連 於是有熱擊也是屬於重要的狀態 但是如果有些位置 有些場合 你這隻聖劍是專心進化 去打一些他進化應該打的版 的時候 你其實真的可以考慮去推血 推血的果有幾顆 基本上都吃硬 那譬如同族加命擊 其實又不是幾顆 只有一顆 主要是同族加命擊是吃硬 因為那顆是加最多攻 和加最多血 同時之間 其他那些就看你如何去平衡 甚至是調整 那這次的影片 其實主要就是簡單講解一下 這兩個特別之處 順便也講一下 聖劍是一隻 非常值得或者需要複數持有的角色 那如果你只有一隻的話 那我不知道 你往後這半年會不會被人冤枉到上天花板 但是 當然 量力而為 課金或者抽彈的東西 那你又未必有那麼多石 又未必有那麼多錢 那就看著自己的銀包 甚至是石頭量去想想 應該追究多少 這個遊戲又不只是打一隻火金重 實際上 不過我告訴大家 新春限定 往年的經驗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之 那麼 那麼重要的存在 實際上他都會看著新春去接待 每次都是這樣 說的是新春 其他那些未必是 所以 量力而為 我會建議你複數持有 大概是差不多 這次的影片大概是差不多 謝謝各位收看 拜拜